我们再来看一下从18日的24时起 新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开启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 本轮的成品油的调价周期之内 也就是9月3号到17日国际油价上涨 凭倦来看伦敦的布伦特 还有纽约的WTI的油价 比上轮调价周期上涨了3.27% 本次调价汽柴油每吨均上调12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上调0.1元 0号柴油每升上调0.11元 以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 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5元 沙特一处石油加工设施及一处油田遭受袭击 是本轮调价周期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9月16号布伦特WTI原油期货 开盘一度分别暴涨19% 15% 此后价格冲高回落 9月17号两市油价分别为每桶64.55美元 59.34美元 比习基前分别上涨7.19% 8.19%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 油价已显露冲高回落态势 后期仍需密切关注沙特原油设施受损程度 修复时间 各方保供应对措施 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冲突风险 不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那么我估计沙特的这个恢复供油的这个能力 还是会比较快的 那么一旦这个沙特石油供应 恢复起来 这个油价还会回落到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 感谢观看